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restonworld 这一集呢,我就想造一个射箭场 射箭场我想用村民来当目标 然后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啦,然后还需要红石灯 首先在这里造一个平台 其实这个平台不需要特别的大 因为这个只是摆一个村民啦 所以就是并不需要特别大 好,那么这里放一个压力板 其他主要工作原理呢就是这里放,嗯,比如说他这个投射器会从这里放一个村民出来 哎呀,哈哈 好,就是这样了 他就会从这里生存一个村民 它会传输这个红石能量 但是呢 我要把它这里放一个可以让红石火把灭掉的一个装置 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放 我先 三 比如说 就是这样 哎呀 你竟然走掉了 不要走 不要走 把你圈起来 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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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就是这样了 然后当我把这个村民杀掉的时候呢 好 它就会出现另一个村民了 因为正是因为 就是 这里的 红石能量没掉之后 红石火把会亮 这样红石火把就会传输一个红石信号 就像这样 那么就像这样了 好 那么 那么我在旁边加一个红石灯 就代表你已经杀了村民 如果你在远远的地方 你并不看 看不到村民被杀了 只要亮了红石灯之后呢 你就知道它被杀掉了 嗯 嗯 嗯 哦 当然这里也需要一个 这个 一个 这样的装置 嗯 呵呵 好 就这样 刚刚把它杀掉的时候呢 这就会亮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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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知道了 呵呵 好,现在好了 就是因为,嗯 我应该 我应该把这个 红丝灯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 今天脑子有点不好使啊 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了 终于好了 嗯 对,就这样 好,当我把它杀了之后呢 好,亮灯 然后我旁边还可以加一个 这个 呃,音符箱 这样的话呢 好,这样应该就是对的了 试一试 这里应该放 这个 应该放 应该放 泥土 因为如果不放泥土 它就会发出不同声音 好 这差不多这么多了 呃 喝喝 好 就是这样 嗯 为什么它没有声音呢 那应该可能就是 太近听不到啊 所以音符箱可能只是个装饰而已 那么大概我们的这个村民设键厂就完成了 打开就是这样 好那么在远处射箱看一看 真的啊 我得先 这一键把它杀死 所以我需要附魔 附魔 附魔术在哪里 然后需要附魔的东西 比如说 嗯 火焰附加 火焰附加 力量 速度 像 浮沉 我已经听到这个声音了 所以只是刚刚太近有村民的声音听不到而已 好 那你在很远的地方也要试着射到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村民射箭厂就完成了 你另外也可以把它弄成盒子 怎么办呢 这块 就这样了 我就不弄装饰了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 那么待会呢 我就会再教一个 就是 这个 可以说是 怎么叫它呢 自动烤肉厂了 就是你扳下这个按钮 拉杆 然后再叫矿车下去 它就会带你的熟肉上来了 那么我们开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水 然后需要任意方块 然后需要红石 红石火把 红石火把 红石还有红石中细器 然后就是充能铁轨 铁轨 铁轨 还有 判测铁轨 矿车当然是需要运输矿车的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了 玻璃只是我家装饰车 加上去的 那么开始 时间咯 首先放一桶水在这里 那么就按照它的路线来 像一个90度的 这个一个 转角 然后这就是一个角的水 然后在这里再加一盆水 加一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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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它这里呢 再加一盆水 再加一盆水 Oops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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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毕竟要把它这里空出两个来 要不然那些比如说牛之类的东西 它就它就掉不下去了 做成正方形也好 只是随你了 哦 为什么为什么 OK 终于找好了 那么在这边 再加 OK 一盆水 一盆水 那么初步这个就完成了 比如说你站在这水流会把你吹下下面 然后你在下面挖一个深一点的坑 不需要太深 并不需要太深 比如说这么深就够了 然后再挖一个加上这个刚刚忘说的一个材料 叫 地狱盐 地狱盐就是可以永久着火的嘛 然后就用利用这个来把这个 这些动物杀死 然后并弄出烤肉 好那么我就把火给弄上了 然后还在旁边挖了这个一点点的空间 这个空间干嘛用的呢 就是让牛来 呃就是让那些着火的动物来到处跑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要在 比如说在这里定位收集点 那么就在这里装一个漏斗 然后呢 我是要从另一角开始 放一个漏斗进去 漏斗呢 如果你想让漏斗朝这个方向走 你就要 你就要 呃 让这个中间这个十字呢 对准 这个方块就是 呃 有黑线的那个方块 一点 然后他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尖就会指向这边的了 如果你一直这样做呢 这个东西如果他是从这个漏斗 他就会一直传送往这个漏斗 但是这个漏斗 我想往那边走 他你就直接这样 他的尖就会冲向这边的了 然后他就会哦 这样过来 那么这样一直做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呢 也是 同样 这边就有一点不同了 这边呢 要按着 shift 点 这个也是 按着 点 这样你就不会点开漏斗 如果你不按试围 你就会点开漏斗 就是这样 你最后一排呢 就是这样摆 嗯 嗯 最后一个漏斗呢 是这样的 然后你在这里 放上 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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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如果你在这上盖一格 矿车是仍然能够硬做的 所以你就不怕你又跑进你的轨道了 好了 接下来呢 你就是要把这个矿车轨道 拉到上面去 好 那么就是我把这条轨道已经建好了 一直冲到这底下 好 所以我家里 铁散车铁轨 然后就 搭成这个延时器装置 延时器呢 就是把这个 延时器到这里 这里呢 如果矿车来了之后 就是碰到一个针车铁轨 然后这个就会发生 红石能量 红石能量 就穿穿穿穿穿穿 然后一直穿到这里 穿到这里 矿车就会走的了 那么走就来到这里了 来到这里 他呢 这里放 比如说矿车来到这里了 然后哎 就是你放点东西进去 他就会掉到 因为底下有个漏斗 然后漏斗下面再搁一个箱子 就是漏斗下面再搁一个箱子 他就会 所有物品都会从矿车上掉到箱子里了 就是这样 嗯 就加一个按钮 好 那么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在这里安装一个门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跟上次 上一集我按门是一样的了 只不过只是只有一排而已 那么按两边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开始建了 好 那么我的这个门就建好了 然后我打算 然后我打算在这里 放一个 嗯 在这里吧 在这里放一个拉杆 然后呢 就是 这里 放一个红石 那么这就会亮的了 然后我想借助它 然后我想借助它 传送 传送到那一边去 开始 哦 到了 就是这样 我就 在这里加一个中气器 因为我怕红石能量不够 因为红石能量呢 它每次只能传送15个 多了就不好了 好 看看能不能工作 好 有一边不够长 这里要加一个 很好 就是这样 好 这里要加石头 这里要放上 免得那些羊牛啊什么的 都跑到这里来 嗯 好 这就是门了 然后把这个 打开 关上 看 就是这样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测试 测试什么呢 测试猪吧 猪掉的东西最少了 是掉肉 那么比如说你在这放好多好多只猪啦 所以要等这些猪全部成年之后 才能把它们给烧死 小猪是它是不会掉任何东西的 好 那么我们开门 那么他们就从这里掉下去了 然后烧 你们烧不为什么不掉下去很好 就这样 然后他们的猪排们呢 哦 这里忘记封口了 然后他们的猪排呢 有了有有的跑进去了 所以所以所以这里一定要封口 对 对 这里要封口的 然后那些猪排呢 就会 从那里 然后到这里来 现在呢 我就要关门 关门 然后 然后 还没有放矿车 然后放矿车 叫矿车下去 就会从这里 下来 然后到 哦 呵呵呵 那么这个漏斗就 哈 叫矿车下来 就从这里了 下去 然后他就在 会在这里 哦 等一等 然后碰到他了 所以所以 再来一次 他就上来了 嗯 上来一般他是不会 呃一下子 就把所有的东西 传送上来的 所以一般 还需要等一等 不过这次 就是比较少了 所以他就把所有东西 都传送上来了 另外你可以把这个 夹到地下 这样呢 你就只留 只留一个口 来养猪 然后等他们全部成年之后呢 就 一般 他们就全部下去了 好了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 大家下一期 再见